大家好,我是华伦 欢迎来到爱故事频道 我将古文历史转换成白话故事 希望能让大家更容易去了解 前任的经验以及智慧 那,让我们一起来听故事吧 上次说到 鹰部遭到无悔用计所杀 听到鹰部已经扶珠 重剑受伤刘邦 虽然身体非常不舒服 然而 他也是必须先要解决淮南当地人士的问题 他决定将淮南 改封给赵基 也就是他女婿张傲所献给他那位小妾 所生的儿子留长之后 另外,他将原先留甲金国 改名为吴国 由于考量到吴越地区的民风飘汉不好管理 加上自己的小孩 年纪都还太小,并不合适 所以他决定把这王位 交给他哥哥留重20岁的儿子刘毕 这刘毕竖来勇猛 并且在此次追随刘邦 讨灭鹰部有功 所以刘邦相信 他应该有办法能管理得好当地 然而 当他看到刘毕上前受封死 刘邦却后悔了自己的决定 因为 善于私人的刘邦 他一眼就能看出刘毕有造反的面向 不过疯都疯了 难道还能收回来吗 当然不能 所以 刘邦只能拍拍刘毕的背后跟他说 郑曾经听一个算命的说过 郑的大汉 在50年的时候 东南方会有乱世 正希望 这个人 不会是你 刘毕啊 你记住 你是正刘家人 千万不要犯傻造反 明白吗 刘毕点点头回答刘邦说 陛下您放心 成 不会的 就这样 这受了上刘邦 在结束完淮南皇音部所引发的乱世之后 率师返回长安 不过 才刚刚一踏入长安城 马上又是找上了刘邦 因为 有一大堆百姓 拦路上书向刘邦告状 他们只称 陈向萧和竟然用低价强行购买人民的土地房产 甚至还放弃了高利贷 而且 其涉案利益多达千万 刘邦一听 他心里想 开什么玩笑 萧和都当上相国了 他竟然还会去倾夺百姓的财产 这怎么可能 萧和当初可是善尽家财来协助我作战了 难了 眼看大家言之早早 而且证据明确 刘邦要下面的人去告诉百姓说 大家都别担心 这就是 正一定会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案 回到宫中之后 刘邦要人去将萧和给叫过来 见到萧和之后 刘邦笑着对萧和说 相国啊 你看看这些东西 你是很缺钱吗 还是正有亏待你吗 你为何要去剥削百姓 别说正不给你机会 这件事 你自己去给我摆平好 要是处理不好 这就为你试问 接着 刘邦将这些成情状 往萧和身上一丢 眼见刘邦将百姓们的成情状 往自己身上一丢 这萧和的心里 开心啊 因为 在做这个动作之前 刘邦刚刚是用一种非常亲密善笑的眼神看着他 换句话说就是 刘邦 非常看不起萧和这贪财的举动 而这 正是萧和所想要的 这话怎么说呢 正所谓 半君如半虎 萧和每天 兢兢业业的扶持在刘邦身边 怕的 就是会一不小心得罪刘邦 但 有没有得罪老板 通常不是看客观事实 还要考虑到老板的主观感受 要不然 像韩信 彭越 张老这些人 他们到底是犯了什么错 会受到如此的惩罚 就像我们之前在楚汉第18回时说到的 刘邦当初在广武被向羽围困时 他常常写信给萧和 要不是当时报声判断出刘邦对萧和起了杀心 而萧和后来也处置得已 萧和 可能早就已经嘎了 怎么可能还当上相国想要开国第一功成美名 所以 从那次之后 他就一直很注意在照顾刘邦的主观感受 就像之前 刘邦因为他献计杀了韩信 而增加了他的风赏 并且还赐予保护他的卫兵500人 这在旁人来看 绝对是获得老板恩宠的象征 然而 谨慎的萧和 总觉得有什么地方怪怪的 是 给钱就算了 还派兵保护我 又没有传闻说有人要对我萧和不利 而且我自己也有保镖 陛下突然间要派一大票人来保护我 这该不会又是陛下有什么想法吧 既然有问题 自己也想不出来 所以萧和索性借着自己这次受到赏赐的机会 宴请大家伙到他家里来吃顿饭 想说借此机会找人聊聊 看看能不能发现出什么端里来 这前来的宾客们 大多是来跟萧和说恭喜之类的场面话 像这种拍马屁的话 萧和知道 可以停管之后就不用理了 不过 在来的宾客之中 有一位叫做赵平的人 他原先是秦国时的东陵侯 在秦国背面之后 他不愿意当官变成了平民 之后 他在长安城东边种瓜为生 由于他种的瓜特别的甜 所以 还因此获得了东陵瓜的美称 而这东陵瓜除了是一种水果外 另外 它也是一句少见的三个字的成语 用来比喻器官归隐的生活 这赵平见到萧和了 非但没有跟他说恭喜 反而是前来跟他自哀 萧和一看 对了啦 就是他了啦 赵平应该能看出陛下用意 于是 他将赵平拉到一旁 进一步的向他请教 为什么要自哀 听到萧和的问题 赵平是直接打开天窗说亮话 告诉萧和说 丞相 您今天既然能巧妙的用计 除掉用兵如神的韩信 那明天 您有没有可能再施巧计 来个宫中夺权 灭了大汉的天下呢 陛下众臣子之中 您在关中最久 势力想必也是最大 您要陛下 如何对您放心 既然无法放心 那派五百个人来今天是您 总是需要的吧 听到这 萧和终于谎完大悟了 不会把我为陛下除掉韩信 结果 陛下现在反过来想除掉我 这该怎么办啊 赵平接着跟他说 丞相 想要处理这件事也不难 您呢 就先找个冠冕堂皇理由 婉拒陛下的讨赏 之后 再善尽家财 来补充朝廷所需要军需 这样一来 您对国家有恩 陛下 也不好立即动手除掉您 另外 一旦您没钱 就没有能力可以作乱 陛下 自然也就会安心了 听到赵平的建议 小偶在连连感谢之后呢 便一计进行 果然 刘邦对他的态度 也因此出现了改变 你原本以为已经过关了他 没想到 在接下来因不叛乱 刘邦亲征之后 他的危机又出现了 是 因为刘邦又搞起之前 他在广委那一套 于出征期间 多次写信给萧何 问他 你在关中做什么 原本萧何想回答他说 不就是提供陛下 您在前方作战 军队所需要的物资 以及安抚关中百姓吗 反正 就是把之前刘邦去 讨伐成一时 他所做的事 拿来给赵超一遍之类的话 但他底下人却阻止他说 丞相 您确定 您真的要这样回吗 您这样回 那就很快要被超家灭族了 一听到可能要被灭族 萧何感到十分的无奈 这陛下又不知道从哪门这疯 我都不知道我到底是哪里没做好得罪了他 这钱 我不是不久之前才都捐给了他吗 我也没剩下多少了 所以这次我实在没有办法再捐了 那至于人 这次攻打印度应该也还用不到了 那我到底还能做什么 你听到这 萧何的下属笑着回答萧何说 丞相 您说的都没错 但您手中还有一个非常丰富的资源 而正因为您有这个资源 陛下才会对您起了杀心 萧何一听 他赶紧接着问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你说我还有什么资源 下面的人 斩钉截铁的回答他两个字 民心 是 因为萧何管理关中多年 当地的百姓 可以说几乎无人不知萧何的闲人 若萧何真要造反 只怕 大多数百姓都会向着他 这对刘邦来说 绝对 绝对是个极大的威胁 所以 如果真的想要刘邦放心 那他就必须舍去这项资源 但 你要怎么做呢 还不简单 就是往自己身上泼脏水啊 这就是为什么 萧何要抢抢当地百姓的田产 甚至呢 不惜去放高利贷 目的呢 就是要让自己的民意支持度下滑了 而聪明的刘邦 哪里看不出来萧何在演这一出 所以 他才会用轻蔑善笑脸神看着萧何 并笑着要他自己呢 去收拾自己所制造出来的问题 不过 正当萧何准备转身离开之时 他瞥见了刘邦的脸色 突然间失去了刚刚轻蔑的笑容 取而代这个 是一副厌恶 是一副厌恶的眼神 而这眼神 让萧何有种不寒而栗的感觉 他心想 不会把 我都做到这个程度了 陛下 您还是想杀我 出宫之后 他仔细想想 刚刚与刘邦谈话过程 他发现 有一个地方 他忽略了 什么地方 那就是 刘邦的笑容 是 要是刘邦真的是被他胡弄 觉得他贪财 那刘邦应该是会很生气的 来了 刘邦非但没有生气 反而是对他亲密的笑 换句话说就是 刘邦也知道他在搞什么 那既然如此 刘邦为什么生气呢 在经过好一番思量之后 萧何终于搞清楚 刘邦在气什么了 依据他的猜想 刘邦气的 应该是 萧何既然能知道我的想法 还故意往自己身上泼脏水 换句话说 他眼前的这一切 都并不是出自他的真心 这行为就是欺君 但 因为自己刚刚嘴快没有惩罚他 只是要萧何自己去处理 他现在 应该是有气没出发吧 了解了这一点之后 萧何前来处理他与百姓的争议 然后 他把该还的该退的 一件不少都还给百姓 并且处理好 接下来 他告诉大家 他知道长安附近的腹地狭长 耕地不多 不过皇上有个灵院 平常很少用 重要是 里面有很多空地 适合耕作 要不这样 我向皇上去商量商量 让他同意把这空地 叫给大家来耕种 另外 我会对皇上建议 此处的开垦 不要跟大家受罪 你们看怎么样 大家一听 大家一听 当然好啊 于是 萧何便回去向刘邦报告此事 刘邦一听他火帽三丈 萧何你有没有搞错 你收人家钱 然后拿正的土地去看看 你在搞什么东西啊 于是他当场下令 妈呀 将萧何给正带牙就给关起来 几天之后 一位刘邦身旁官员问刘邦说 陛下 丞相究竟是犯了什么重罪 而被您给关押 刘邦回答他说 正听说 之前李氏担任秦始皇丞相的时候 他是将好事都留给皇上 而坏事都是他自己承担 但这萧何 别说好事没给正 最离谱的是 他出了事 竟然拿正的灵愿去慷慨百姓 正是是可忍 孰不可忍 还有 正都不知道他私底下 拿这些商人多少好处 你说 正怎么可能不把他给关押起来呢 听到这 这官员回答刘邦说 但陛下 丞相在自己的职责范围内 为人民起命 做对人民有利的事 这本来就是他工作 您说他拿了商人的好处 但并没有证据不是 丞相若是有恶心 那他在之前 你与向羽僵持不下的数年之间 或是 竟然你与晨熙 以及鹰部交战之时 他都有机会可以夺下这关中 他在当时不图谋这些巨大的好处 却反过来在现在 要贪图这些小力 这有可能吗 至于陛下您所举的理事的例子 我认为实在也不值得学习 因为当初就是理事 替秦始皇承担了所有的过错 让秦始皇到时 都没有注意到自己的学识 以至于 让秦朝快速的走向摔王 不是吗 所以陛下 微层建议 关于成像问题 或许您可以再想想看 听完这一般帮忙萧和说辞之后 刘邦觉得他的心里还是很不美丽 不过 人家说的还是有点道理 那他能怎么着 所以最后刘邦决定 算 派人去释放萧和 当他看着年迈的萧和 逛着脚呢 一步一驱 谨慎走进大殿之中 来向自己先的时候 这刘邦想起了 当初大家伙还在配现时的画面 他想 唉 也是 当时萧和就一直很照顾他 现在人家都那么老了 我又何必为难他呢 于是他跟萧和说 陈祥就别这样了 快把鞋给穿起来吧 你帮人民请愿被郑给拒绝了 这事呢 都是郑的错 郑之前的行为 只是证明了郑自己就像是夏节 或是桑咒一样的昏君 而你呢 才是贤人的宰相 从此之后 刘邦再无杀萧和之心 呃 或许应该这样说 他也没机会了 因为至此之后 刘邦的伤势呢 一直未见好转 虽然身受重伤 但刘邦对于要传闻给太子刘云这件事 他还是一直觉得非常不愿意 他 始终想要将这个太子之位呢 改为他以七夫人所生之子 也就是目前赵王刘如意 所以即使身负重伤 刘邦 依旧上朝听政 想要与群臣呢 讨论益处 也就是更换太子这件事 然而 出乎他意料之外的事 这平时不沾国的张扬 竟然也罕见的主动劝他别这么做 而且还不止如此 一旁的重大臣们呢 也大多不支持更换太子 而太子太父孰孙通 甚至以死劝谏 并且 还举了之前战国时期 建宪功为了离机废世子 结果导致靖国大乱 以及秦朝没有立太子 结果赵高专了控制 导致秦国灭亡的那段往事 来劝谏他 这样做 对大汉的坏处有多大 眼见大臣们都支持太子刘邻 刘邦突然间想起了 当初陆甲 马背上能至天下马的那个问题 他想 也是 刘邻为人仁义 除了重大臣们 连三三四号这样的人 都愿意跟随他 看来 他的执政基础已经稳定了 如果正要将其更换 实在非大汉之福 于是 他打趣的跟淑孙通说 啊 好啦 好啦 你别念了 这你刚刚就是跟大家开个玩笑 想说看看大家反应罢了 那淑孙通一听 陛下 这立太子是国家最根本的大事 这种事 你以后就别拿出来开玩笑了吧 不然 成等的心脏会受不了 就这样 刘邦最后一次更换太子的想法 或是说机会又过去了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无法顺利更换太子 导致刘邦心情郁闷 刘邦至此之后 伤势一天比一天更加的严重 身体不赦他 不但没有办法上朝去 与大臣们讨论国家大事 甚至 他也告诉下面的人说 去转告群臣 他 不见任何人 这一年十几天 连周伯 灌营等这帮大臣 他都没有通传 也没有人可以见到他 这让大家开始担心刘邦的状况 那该怎么办呢 总还是会有不怕死的大臣 敢去违反刘邦的命令 那会是谁呢 还没有谁 就是这刘邦的连进反快 反快才不管你通不通传的 这刚刚才与周伯联手 平定北方陈西乱世的他 在情下王皇丘曼城 并掳获十多名重要干部 与平定戴郡73相议 及派遣其部将公孙儿 将陈西斩杀于林秋后 便随即返回长安复命 一到了长安 他就听到刘邦重病不起 于是 他再次拿出了当初鸿门厌食的气魄 将所有阻挡他的人全部给撞开 然后直接冲进后宫区见刘邦 其他大臣一看 好机会 既然有人打头证 所以大家也全部尾随反快从后面进入 来到刘邦的寝宫 反快看到倒在床上的刘邦 他难过的大声哭道 陛下 当初您在配线起了时候的意气风发去哪了 怎么现在天下一定 您反而看起来这么憔悴 您不知道 您生病没上朝这段时间 朝中的几位大臣都集成一国之后 说着说着 反快发现 诶 这寝室之中 怎么只有一位宦官在旁边照顾刘邦 于是他跟刘邦说 陛下 你怎么可以只让一个人来照顾您呢 您忘了照顾我的故事吗 听到反快那洪亮的声音 还有那多得让人来不及回答问题 刘邦笑着呢 请一旁将他给扶起来 接着他告诉反快说 反快啊 这很看啊 这要是再不起来的话 就真的会被你给吵死了 好啦 这没事了 就是想多休息几天 这很听你的话 明天就会去上朝 大家就别担心了 原本大臣们看到刘邦愿意振作起来 前来上朝 应该是件开心的事 不过殊不知 这死神的信财 却早已经在大殿上等着刘邦 等着向他宣布一个 能将他生命拉入倒数计时状态的消息 什么消息 那就是 跟刘邦 同年 同月 同日生的好哥们 同时 也是他的发小 燕王如晚 叛汉的消息 因为 随着陈希的败亡 汉军俘有大量陈希原先手下将领袭士兵 其中 有人向凡快透露 如晚 曾经联系过陈希 也就是 暗指如晚 可能叛汉的 面对这个问题 凡快知道这事太严重 然而 他也很清楚刘邦跟如晚的交情 所以 他最后决定 将这告密的人 直接交给刘邦 让刘邦自己问清楚这件事 他不参合其中 刘邦一听 这怎么可能 之前匈奴一事出兵暗住陈希 如晚还上书给郑说 他怀疑 是他下面的张胜出卖我大汉 所以 要郑同意他将张胜给灭除 只不过后来发现是误会一场而停手 若他真想要叛汉 为何要对联络匈奴协助陈希人下重手 这不可能啊 不过 这举报人竟然能将如晚如何派遣他的手下判起 与陈希达成协议 让陈希逃往北方燕国边界 并形成侵扰燕国的态势 好让双方一起打假球 各自安好这计划细节说得这么清楚 看来 也不像是胡编的 这 这该怎么认定呢 刘邦最后决定 去 去给郑传卢冉过来长汉 郑要当面问问他 郑不信 他会叛汉 说完 他立刻派遣死者 前往燕国去请卢婉 而卢婉这头呢 当初他之所以想要杀了张胜 是因为他发现 虽然他没有为难陈希 但原先被他派出去 要阻止匈奴协助陈希的张胜了 却在他出使匈奴回来之后 匈奴反而是暗中出兵帮助陈希 这让卢婉觉得自己被张胜给摆到 怀疑张胜在利用他 所以 他才向刘邦请示 要将张胜灭族 不过 在之后张胜告诉他 让匈奴出兵 才对他最有利的那番花言巧语的解说下 这卢婉又变卦了 又相信张胜了 所以他才改向刘邦说明 之前是误会一场 联系凶的人其实是另有其人 面对刘邦突然间派遣死者 召见他回长安 做这些心虚的卢婉 不敢过去 所以他只好假装生病 而不进京 听到这回复 刘邦的心凉了半截了 不会吧 卢婉 你千万别让朕失望 接着 刘邦在派遣审议机 造谣两人前往去请卢婉 并且 让他们同时进行相关事项的调查 听到刘邦再次派人来请 这吓得半死卢婉 索性来个闭门谢客 刘邦 真的会动手 除掉他这个最好的朋友 也是他的发小卢婉吗 而卢婉的事件 会成为压垮刘邦生命的最后一根稻草吗 这故事 会如何的发展呢 我们到下次 才能跟各位说咯 好了 我们今天就先说到这 若喜欢我的故事 要麻烦您记得动动你的手指 给我五星评价 或是点赞 订阅 追踪 以及分享哦 当然 也欢迎您留言分享你对这一集的想法 或是 你也可以请我喝一杯咖啡或是饮料 让我有持续创作的动力 其实历史 就是顶层阶级的生活记录 了解顶层阶级的思考逻辑 以及做法方式 我们就有机会改变自己的未来 谢谢您来听我说故事 我们下次再见咯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